好 我們現在要來 也是要來先看一下你這個題目 OK 那今天題目它一樣也是要你分兩段來寫 第一 那它有一個開場白 它說 如果你能為你的家鄉做一項重大的變革 你會做什麼事呢? 請在第一段寫下有哪些不好的影響 以至於你想要做這項變革 而這項變革重要性為何? 並且在第二段寫下進行這項變革 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OK 好 那其實這個題目的敘述啊 看起來好像很清楚 可是其實你如果把它變成英文作文的邏輯呢 其實會有一點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它說 如果你能為你的家鄉做一項重大的變革 你會做什麼事? 可是它接下來在後面它卻說 第一段你要寫下有哪些不好的影響 那這邊同學很容易就被誤導說 我一開始就要寫不好的影響 好 可是其實你如果再回到它最開頭 它是說能夠做一項重大的變革 你會做什麼事? 所以呢 至少老師認為啦 重點的話應該是在為家鄉做一項重大的變革 OK 好 那當然為什麼你會想要做這個變革的話呢 是因為你看到有一些不好的現象 或是不好的影響 OK 所以呢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的話 老師還是會建議你說你的第一段 總之我們說一定會有一個所謂的什麼 欸 對啦 Topic Sentence 你的 Topic Sentence 的話應該還是要講所謂的 Changes you want to make OK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你再去講說 因為 為什麼你會看到有這樣子的變革 你想要去做 是因為呢 有一些所謂的 你的所謂的 Your Observation OK 好 譬如說你看到污染 譬如說呢 你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冷淡 或者是呢 你看到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 等等 你觀察到這些東西 使你呢 更加堅定的就是說 你這個改變的一個重要性 我認為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否則的話呢 否則的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等到第二段 才能夠把你真正的重點 也就是說你所要做的變革呢 講出來 或者是你要等到第一段的很後面 因為如果你要先講說 你看到了哪些不好的現象 好 然後呢 再去拉到說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改變 好 OK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沒有辦法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點出呢 這個文章它要你說的 做重大的變革 這個主題 所以老師還是會建議你說 你看開始的時候 先提一下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好 然後再回到說 之所以會想要做這樣的改變 是因為你看到了什麼 而因此呢 讓你覺得說 如果沒有做這樣的改變的話呢 會有一些嚴重性 那這個改變是很重要的 這樣比較好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你才在第二段寫比較詳細的東西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oh well 你 能夠為你的家鄉做一項重大的變革 OK 這個你就是你喔 這個你的話呢 並不是政府 除非你說 你先說 我要當總統 否則的話呢 你不是政府 這邊的話只是很簡單的講說 你 好 那不管是從你出發 你要去找誰一起 但是呢 出發點是你 而不是政府 好 這樣 OK 好 也不要一下子呢 就說 we 那這個 we 到底是誰 非常的模糊啊 因為他這邊就是要講你 這樣子 OK 好 那你也許會有一個疑惑就是說 從我開始 我怎麼樣去做一項重大的變革呢 欸 那這個就是看你怎麼發揮你的創意囉 OK 因為呢 也有人呢 他可以呢 從發起所謂的社區打掃 或者是呢 發起所謂的這個 讀書會開始啊 好 然後呢 從知識化為行動 其實也不是不可能啊 OK 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你的這個project想得太大 但是呢 從一個小小的改變 其實有時候可以造成 我們常常講說蝴蝶效應嘛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呢 既然他文章是在問你 你要把這個焦點放在你自己身上 那我知道 我們這邊的同學其實會有一個習慣 我覺得那可能是習慣性吧 就是呢 好像大家比較不喜歡 或者是說 沒有被鼓勵還是怎麼樣 說出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己的看法 好 那其實一直引經句點不見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尤其在英文來講 因為英文的話呢 比較注重所謂的自己的想法的表現 好 那如果說呢 如果說你 你一直不講自己的想法 然後呢 一直在講別的東西啊 比如說你不講說是你想要做什麼 你一直想說我們大家 或者是政府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第一個啊 你沒有辦法從你的經驗出發 當然第一個是文不對題 第二個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從你的經驗出發 你可能總是講一些 很籠統的東西啊 每一個人都會講的東西 那樣其實沒有什麼特色 那以英文來講的話 因為西方的文化他們 一般來講他們是比較注重所謂的 個人主義啊 或者是呢 你自己的 要有你自己的一個想法 獨立的思考 所以這邊的話呢 老師會特別要提醒你 因為這個是我普遍改到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同學呢 他們的一個習慣性啊 OK 比如說問說你對減肥有什麼看法 然後呢 所有的同學都在講說 減肥怎樣怎樣怎樣 減肥呢 一般來講 被大家認為怎樣怎樣怎樣 全部 但是呢 完全都沒有提到說 I think 那這個我覺得是在同學的表達上面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啊 OK 所以這點老師要提醒你 請你要扣緊這個 你能夠做些什麼事情來講 OK 那我們的這個 那其他我想段落的一個結構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當然實態上面啊 所謂的實態上面 實態上面的話 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OK 好 你要講你到目前為止觀察到的 你可以用完成式 或者是你過去看到的 你可以用過去式 或是到目前為止 你所看到的 你可以用完成式 好 這兩個可能是 當你在描寫 你所觀察到的東西的時候 好 那再來的話 你認為 現在普遍存在的現象 那當然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所謂的現在簡單式 對不對 現在簡單式沒有問題 好 那你講到說未來的話呢 那你當然 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你可以用未來式 OK 好 那未來式的話當然有兩種情形 你呢 如果你馬上就要做的 你可以用be going to 你很確定你馬上要做的 你可以說be going to do something 好 如果你認為你呢 有可能會去做的 那你呢 用will do something OK 所以呢 但是當然除了其他之外 除了這些之外 其他當然有可能出現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像這樣的文章的話 你大概就是用這些實態式 比較正常啦 比較容易會出現的這個東西 OK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我們題目的解析呢 就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 你的文章囉 掰掰